大家好,我今天又教大家炒飯 今天的炒飯是二人份量,兩個人吃的 有些豬肉,豬肉我切了一粒 然後有些洋蔥,紅色洋蔥我切了一粒粒 然後有些三色椒,切了一粒粒的 有些紅色,黃色,綠色,炒出來的飯是很美的 另外有些紅色的洋蔥,很棒,很香 然後有些肉粒,炒出來 切了肉粒之後,記得要加少許鹽,醃一醃 另外我也會用一些乾蔥 用一些乾蔥炒出來,飯就會比較香 另外也會有兩隻雞蛋 兩隻雞蛋,待會我來炒蛋花 很美的 然後炒豬肉的時候,要加少許蒜頭 炒出來,豬肉粒就會比較香 待會我會教大家怎樣炒飯 其實這個飯是非常容易炒的 你平時吃飯,晚上飯吃飯後 剩下的飯,留下第二天 中午就對了 用少許的豬肉粒 然後剩下洋蔥,加上隔夜飯 炒飯,炒飯就非常好吃 帶飯也可以,早上煮好 下午煮熱,也可以 好了,我現在預備炒飯了 給大家看 教大家炒飯 首先開中大火 開中大火 中大火就夠了 然後加少許油 然後再加少許油 然後剛才我說的 我們要加些蒜頭 因為怎樣呢 做什麼都是的 那豬肉粒就一定要先炒 加少許蒜頭粒 令到豬肉就會更好吃 記得之前要用鹽醃一下 如果不是的話,豬肉就沒有鹹味 那就不好吃了 好了,現在我先讓蒜頭煎香 煎了一點點 好,不煎了一點點 之後呢 首先呢,我們就把豬肉放進去 記住,豬肉一定要先炒 如果不是豬肉不熟的話 就可以吃壞肚皮就麻煩了 好,把豬肉放進去 把豬肉粒呢 這樣就把豬肉粒 推開它 因為始終要一粒粒 好,煎一煎它的話 記得要煎熟的話 一定要加少許水 好 那現在先炒香的豬肉 先炒香的豬肉 先炒香的豬肉 整個炒香的過程 不會太久 好了,炒香之後 加少許水 炒至乾身 豬肉就會熟 好,差不多了 現在的豬肉就會熟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其他的 粒粒下去 可以加少許水 一次過加少許水 都可以 這樣就不要浪費了 出手就當然了 這個 煮飯不出手的話 煮飯 好了,炒得差不多了 然後再加少許油 另外呢,我會加少許老抽 令豬肉這個顏色更漂亮 加少許老抽 好了,加了老抽之後 我們再炒一炒它 先把它炒一下 先把它乾一乾 先把它乾一乾 炒這個飯很好玩 因為小小粒 這樣很可愛 在外面的炒飯 日式炒飯 都是這樣的 最重要是顏色多 顏色多 吃下去就吸引一點 對吧 好了,現在有一點點 收乾水了 差不多了 我們把飯放進去 好了,你把飯放進去的時候 記得要把飯粒 弄碎 因為炒飯 我們現在不吃飯了 對吧 然後呢 這樣就炒了幾次 那些飯呢 就碎了之後呢 再加少許的 再加少許的 老抽的醬 差不多煮好了 飯已經 這些飯呢 刮回去 不要浪費 炒飯 炒飯這件事呢 真的非常之容易做 當你加了飯的時候呢 記得要中大火 仍然保留在這裡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開始做蛋炊 把它拌開 這樣呢 把蛋打進去 非常簡單 好,把兩隻蛋放進去 把兩隻蛋放進去 把兩隻蛋放進去 之後呢 然後呢 把它拌開 讓它煎 這樣就撥開了 這樣就讓蛋煎乾一點點 乾一點點的話 做出來的蛋碎 就會非常好吃 而且很香 這樣差不多了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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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割開 割開 然後把它拌開 好,完成 現在把它拌好 再拌好 哇,看到嗎 蛋碎加上飯 一粒 再炒 繼續炒飯 炒到飯呢 有一點乾身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加上香蔥 炒完 這樣就可以上碟 很簡單呢 看著有一點乾身 飯才好吃 如果太濕的話 飯呢 好像要拌飯 而且飯比較軟 就會爛了 不好吃 其實隔夜飯呢 有好處呢 就收乾了水 那炒到飯呢 就更加好吃 那我這個飯呢 就不是隔夜飯 其實都是今早才煮的 但是今早煮都可以 都可以照著炒到飯 只要你保持住 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差不多拌好之後呢 接著可以加我們剛才的蔥 那蔥那裏呢 那我呢 就切定這些蔥 那裏呢 就切定這些蔥 那裏呢 就是乾蔥來的 灑一點點 那些蔥白呢 很棒的 非常之香的 好啦,那下了它之後呢 記住呢 就要炒一下它 那些蔥呢 就會呢 很快就會熟了 那香味就馬上走出來 差不多了 已經了 整個炒飯已經很漂亮 很香 其實已經聞到一股味了 其實你就很想吃了 是不是這個炒飯 跟外面有點不同呢 因為外面的炒飯的話 其實配料就沒有那麼多 那樣子炒飯的話 也沒有那麼好吃 在拋一下鍋的話 其實它的飯會更加漂亮 而且它會更乾身一點 因為它拋了之後呢 就在底面啊 全部的位置呢 其實都是會熟的 好,差不多了 好,上碟 噴噴的炒飯 這樣就做了出來啦 是不是很漂亮呢 看到都很想吃 是不是 大家看到 熱騰騰 嘩,非常之好吃 流口水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很想吃呢 記住這個炒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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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粒炒飯 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我的頻道的 記得一定要follow 不然我真的沒有心機再炒下去 好 謝謝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